我们看下面念老的讲解 上第十八月 圣音必胜 乃王神之阵音 四十八月之核心 这一段很重要啊 四十八月 这个几月的时候连起来 无比的殊胜 二十一月呢 专职具有虚无之众生 若能回过法菩提心一心专利 一界的往生不跟我道 二十一月 回过的神 过去 无量界中所造作的我业 这一生当中所造的 过去造的多啊 这些物业 国报决定在地狱 能不躲地狱吗 如果你很幸运 你在这一生当中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名号功德加持 你就可以不躲地狱 你就可以不躲地狱 不但不躲地狱 你要是能发愿求生进度 也能处地狱 也能得生 给我们造作最重要的 无力实惑罪业的众生 带来了 最大的希望 不但不再多窝道 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做福去了 前面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 第二十三月 这专职妇女 文明尽信 发普提心 求生进度 这命中转难 往生极乐 以上 借因文明发心 得生进度 示威 得意中之上之 这是得意最大的 他这一生 往生进度 做福去了 社佛 许许多多菩萨都羡慕 为什么羡慕呢 他们也遇到这个缘分 你遇到这个缘分 你在一生当中居然成就了 那我们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就应该 要把这个机会抓住 绝定不能放过 末法时期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许许多多的信息 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 还有听同学们呢 报告的 真学佛人少啊 假学佛人多啊 静宗里面 无论真假都得利益 你看 真的 得上瘾 上瘾 理益 为什么 你决定往生了吗 那 中下瘾呢 那就是这一章所讲的了 所以 今章 则嫌弃以下者 该众生根气不移 故 文明之 信要 发心 也不移 众生根气不一样啊 发心 修行 他所期望的目的 也不相同 何因 大心慰藉 不坚固 何因 幸运不深 何因 持念不专 是一位能 全其弥陀 十年 必胜之大运 故当时未能 了脱生死 仅能 获福于 现在 即未来 得福 大小 也不一样 跟我们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有关系啊 根本的关系呢 实在讲 还是对于 这个法门 经典的教义 认知 亲身 不同 佛在大经上 常常劝导我们 学教要 升级义去 那你 获得一 就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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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